今天分享一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紫菜午餐肉炒饭 这个炒饭香口又有营养 家里有隔夜饭或急着吃饭 我会炒来吃 先将饼头水紫菜用小火慢慢将它煎香 记住不要放油 煎到薄薄脆后塞它入袋子 再尽情将它擦碎便可 再次家里经常备住的黑猪午餐肉一起炒 将它切成粒便容易入口 平时还可以用来做餐蛋面 或者用彩椒清炒 还可以做亚女很喜欢吃的 午餐肉、鸡蛋、芝士、三文治 烧热锅再加油 加两个老豆生的蛋 尽情将炒散后落午餐肉 放少许虾米一起炒 更加有鲜味 和紫菜都很搭 炒到它甘甘的出香味时 加胡萝卜粒和粟米粒 还有一碟隔夜饭 因为隔夜饭水分就蒸发了 更加容易炒得到粒粒分明 不断用锅铲将它打散 尽情抛一抛就更加有锅气 炒过后落紫菜和葱花 虾米、紫菜午餐肉也有点咸 所以调味不要太重手 加少许盐和生抽就可以了 再快速将炒均匀 一个正到八个 紫菜午餐肉炒饭就完成了 基本上没有小朋友不喜欢吃紫菜 香脆的紫菜搭着软熟的饭 一起吃真正正得不得了 平时吃饭不多开胃的小朋友 再给他试一下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 点锅银